教堂 曲 李大俊 詞 李小姐 蒲公英總隨風飄搖 卻簡易落定 十二歲那年 我遇上了一個如蒲公英般的女孩 幸福對她來說 并不是那么简单 纵使人生的道路并不平坦 他以勇敢无畏的态度 总是能努力撑过去 因为他相信 幸福是可以靠自己创造的 不论面对什么人 他都可以用他的大爱 去融化 去感动身边每一个人 因为他相信 手提一定会善待好人 他的一切一切 都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一生 林家东 我是爱的普工艺女孩 爸爸早 早 这是什么 师傅光阴 跟我们在一起 我永远没烦恼 我一言一旧笑 爸 怎么那么高兴啊 我當然高興啦 我要告訴全世界的人 我林耀全的寶貝小公主啊 今天就要正式成為最有名 最棒的私立不華小學的學生了 你知道嗎 你們學校不但校風好 老師教的也好 成績又好 而且每個同學背景都非常的了不起 我的學長學姐們 不是名人就是大官 就連爸最喜歡的棒球明星也是那裡的畢業生 我知道啦 所謂啊 基金千萬無過讀書 爸爸小時候就是沒好好念書 所以才希望你能夠多念點書 將來 我一定記憶 你昨晚又沒睡覺了 還不是那個Ibis High 每天爸爸 看那些英文文件啊 查字典就查個老半天 怎麼能每次都麻煩你David叔叔吧 所以你啊 英文要好好學 將來長大以後 都當我的秘書啊 嗯 我不喜歡David叔叔 小爸爸英文太爛 我的英文本來就很遜嘛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還不錯啊 真的啊 我就知道我的小光明 嘴巴最甜 難怪啊 我每次看到你 你就開心 我一見你就想 明天還偏偏風采時避繞 跟你在一起 永遠沒煩惱 究竟為了什麼 我一見你就想 因為我已愛上你 你先進教室 我去找校長哦 嗯 加油 華叔 喂 華叔 喂 洗手間的水管壞了 麻煩你過來修理一下 好好好 我們馬上去 好 謝謝 林同學啊 你的教室 就在前面轉角的第一間 你等會兒自己去 我先去修水管啊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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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許可 不服自然教室 還過我的風物 你頭昆蟲都跑掉了 你說該不會來打 蛤 等一下把那些昆蟲都給丟到箱子裡 我会来检查 还不动手 看什么 不能看啊 走路小心一点啊 今天我们来了一个新同学 你向大家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林嘉东 今年十二岁 最喜欢看大如侠实验文和吃奶油蛋糕 我也是啊 好了好了好了 你先去坐邱雨晨的后面好不好 那大家把国文课本放开第三课 我是一点也不小的李小月 大家都叫我胖胖 那 那 那我叫娜娜 为什么我初号是女生的啊 因为她的口愁禅就是娜娜 那 那我是邱雨晨 我喜欢杨丽花 是吗 李先生 我们都知道林嘉东她没有母亲 你为了她的入学 花了不少功夫 只要能够为她好的 我都会尽心尽力 学校就是一个作与英才的地方 所以不论贫富 不分阶级 我们对待所有的同学都一视同仁 我们对待所有的同学都一视同仁 松立行 回到你的位置上坐好 松立行 你可以等到放学再来上课啊 放开第三课 林嘉东 妳来念第一段 妈 师哥 你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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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啦 同时也能够成为绅士 我知道 我知道 谢谢校长 林家高 我位置上座哈 再见 再见 那你敢跟张立行作对 你胆子还真大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他是我们全校最最最恐怖 最最最凶残 最最最丧心病狂的小恶霸 张立行耶 还有他身边两个小坏蛋 唐家强和李英雄 山人物镜 什么小恶霸 我当他小混蛋 那 那跟他一起伸张高年纸的呢 谁都知道 他犯了七大罪状 真的很恐怖耶 听说有一位女生 只是看了他一眼 所以以后醒来 双眼就被用墨水 画得嗡嗡的 你就不会感冒吗 蛤 第二位女生 听说因为长得比他高 而是所以 椅子就被涂上了成立胶水 偶像 到现在都还没拿下来 第三位女生 在拨头发的时候 不小心 让她的头发 打到上面形的脸上 可天经过操场就 那那那那全部的女生 都被整得很惨 这六个受害者 最后 通通都消失了 不是七大罪状吗 那为什么只有六个人呢 这就是重点 第七位不是同学 是老师 只要得罪了宋利行 就要消失了 对 所以你也快消失了 谁怕你啊 还给我 我的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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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不给你 有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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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形 不小心的啊 猜卦 尿到无聊的 老板,我来剪就好了 我来一样 这钉子都是新的,还可以再用 好,我来剪就好了 小学哥,有钱到钱啊 是啊,这些钉子都是新的嘛 都是用钱买的 还有工具掉了也得买 都花钱的 你不是说我们这个工地 每天有二十几个工人在工作吗 怎么现在都见不到人影 你说要省钱啊 我把它翻上下班了 省工时效率高 怎么样,我是不是很有想法 不错 我说 是,老板 每天得点名啊 工人要点好,人数好 都要钱啊 我知道了,老板 什么时候换了水泥供应商 你记不记得两年前 我们工作周转不连的时候 跟地下金庄借钱 哦,就连坤嘛 到现在我们每个月 都还在付他利息,不是吗 这种黑道人物啊 千万别惹 一直惹上了 都甩不掉 每天提心吊胆 这水泥该不会是他的吧 他每天在我面前念啊 说收我们的利息是收最低的 我不能不给他面子捧他的场 不不不 这水泥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我看还是 换回以前那个供应商的吧 不要用他的 耀泉哥 我怕他要是不给我们面子 我们日子就难过了 更何况 你看看 有几百包啊 叔叔 不如看哦 这个水泥 还是换回来好了 我那可多付他一点钱 当做破财消灾 省得以后房子 有质量有问题 人家说我 都说耀泉哥啊 有良心 赚钱又赚人心 你是大股东 听你的 可做那么多年 还什么大股东小股东 说什么呢 老板我去那边挤了 好 昨天在公司 又到天亮了 还不是你一个ABC害的 拿了一大堆英文文件给我 害我跟他奋斗了大半天了 都没睡呢 文件我都看过了 信不过我 什么信得过信不过 我的同学只有你留过学 英文最好 不靠你靠谁啊 我只是想多学一点 总不能每件事都得靠你